包括代表基隆市长谢国良出席的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 新北市卫生局长陈润秋 以及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旭阳等人 一起出席这场食品安全论坛 这是基隆市政府为了提升基隆市食品卫生安全品质 以及市民朋友对政府把关食品安全的信心 特地由基隆市卫生局在长龙桂冠酒店举办食品安全论坛 透过跨局处以及产观学界专家和业者 以及学校共同的交流及探导 希望可以整体提升基隆市餐饮食品安全 缔造干净卫生安全的餐饮环境 特别是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 市长对食安是非常非常的重视跟关心 大家都知道基隆前阵子有一些食安的事件 为了这个市长特别责承我们的卫生局 还有我们的教育处 包括每天早上清晨一大早就去看早餐怎么做 午餐怎么做 还有还到了新北区学习跟观摩 那在市议会我们也通过了午餐制止条例 市长对这个重视 他是不用 我想局长每天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在那个时间 还有教育处 非常的用心 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产观学合在一起的分台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讯息的充斥是 各式各样可能用一个名人告诉你说 吃什么最好 用什么最帮助最大 事实上怎么样让网络的讯息有真实呈现 是真的告诉民众 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讨论而告诉大家的 当然丘副市长说市长每天打电话给我们 这样听起来好像说每天打一次电话给我们 可是实际上不是 是几乎每个小时每分钟 都跟我们还有教育处的同仁 然后每天都带跨局处的同仁 到每一个有资设厨房的学校去看 那一开始当然是希望说做得好不好 但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中 市长带着团队去了解每一个学校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可以做得好 或有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 这个是我刚才跟副市长 我们一样都表达很感动 市长在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用心跟用力 所以就算每天或者是每个小时 接电话都不是一个压力 因为他就是看着这件事情越来越好这样 给出席的还有国立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系副教授 逐间餐饮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华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台湾食品安全管理协会等代表 以及基隆市政府教育处卫生局惨发处 和基隆市二十间学校的代表 和临近的台北市新北市 以及宜兰县卫生局等伙伴 一起参加这场论坛 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